接下来我们了解债券的一种特殊的形式 我们叫convertible long nose 可转债券 那么这个呢 我们在前面也已经介绍了 它是一个综合形式 hybrid混合式的 这个混合它混合了什么呢 既有债券的特性 也有股权的特性 我们来了解一下 normal long note that also gives the debt holder the right 给了我们债券的持有人一项权利 注意是权利而不是义务 什么样的权利呢 to exchange the long notes at some stage in the future into ordinary shares according to some pre-arranged ratio or formula 那也就是 我们债券的持有人可以在未来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将我们手里的这个债券转换成发行债券的这个公司的普通股 那怎么转换呢 按照事先约定的一种比例来进行转换 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 虽然它的本质上是一个债券 但是我们有一个特权 可以在未来将这个债券转换成公司的普通股 那么是不是兼有债券和股权的特性 好 这就是我们可转债券 它的定义 我们来看一看如何计算 先来看一下这个可转债券对于企业 发行债券的企业和对于投资者 它分别都有什么样的优点 首先第一个 Investors are willing to accept a lower interest as they may perceive a potential capital gain 一般来说呢 当企业发行可转债券的时候 这个票面利率通常都会比较低 所以这地方注意了 它这个lower interest 指的是我们的coupon rate比较低 那为什么投资者愿意接受 这样一个比较低的coupon rate呢 因为他们相信 未来这个公司的股价会不断上升 如果他们在未来选择将这个债券 转换成公司的普通股的时候呢 会获得较高的资本溢价 那么这种低的利息是暂时可以接受的 为了获得未来更高的资本溢价 好 这就是第一点 对于企业而言 为什么发行可转债券会被投资者接受 好 第二个 if the debt is converted into shares 如果到期了 我们的投资者选择转换 转换成普通股 那么这个时候 公司还要不要去偿还这个债券了 不用了 所以他不需要去筹集现金 来偿还这个债券 因为投资者已经自动选择了 放弃这个本金 而换成这个公司的普通股 所以如果这个公司有资金周转的困难 那么恰好这样一种选择 帮助他们解决了这个资金短缺的问题 迎刃而解了 好 第三个 Fewer Restrictive Covenants 大家看一看 这是我们的什么呀 银行对管理层施的紧箍咒 如果我们发行的是一个可转债券 那么我们管理层就不需要受到这一些 诸多的紧箍咒的这个限制 而对于投资者而言 他也有了更好的一个灵活和便利性 Investors accept a convertible is a hybrid between debt and equity 刚才我们是不是讲到了 可转债券它是一个混合型的 介于债券和股权之间的 And do not tend to ask for high level security 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混合的兼容性的性质 投资人并不会要求我们这个债券 提供较高额度的抵押 对于管理层而言 是不是松了一口气 好 这是这个特点 再来看下一个优点 If converted 如果投资者选择转换 转换成普通股 Gearing will fall Because not only debt is removed Also equity is increased 这在讲什么 如果投资人选择转换 企业的负债比例会下降 那么这个Gearing 大家想一想 因为本身它是一个债 发行的时候是一个债券 但是在到期的时候 他选择转换了 转换成了普通股 那么这一部分Debt 是不是就消失了 那么与此同时 我们的equity增加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式 我们把这个Gearing的公式 给大家写出来 这个空间位置不是特别多 我写在这 Debt比上equity 如果我们的投资人 选择进行转换的话 这一部分Debt 我们是不是相应的就消失了 那也就是我们总的Debt 就会下降 由于他选择将债券 转换成我们的普通股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分母的部分就增加了 那么大家想 这个公式 当他分子的金额下降 而他分母的这个数值上升 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整个分数值 它是呈现一个下降的 这就是这句话他说的意思 如果选择转换 我们的负债比例会相应的下降 这是第四个优点 再来看第五个优点 The interest is tax deductible 我们每年要按照我们债券的coupon rate 向我们的投资人支付利息 而利息是可以抵减利润的 所以在这一块 它又是一个优势 tax deductible 而我们的股利 给普通股的股东 或者给优先股的股东 发放的股利 它是从税后利润当中发放的 因此它没有tax efficient 这样一个优势 好再看最后一个 No immediate dilution to the current EPS 那么当我们的投资人 选择进行转换 转换成普通股的时候 我们并不会立即稀释 我们的EPS 它并不会立即稀释 这个EPS的公式 分子是PAT 分母是我们的 number of ordinary shares 一般来说 当他们选择转换 这种稀释的效果 要在一定的时间之后 才会显现出来 所以注意 它是no immediate dilution 如果考官问你说 我们投资人选择了转换 他不会对我们的EPS 产生 dilution 这个说法对不对 不准确 它并不会立即产生 这样一个稀释作用 好 这是对于发行 可转债券的企业而言 我们存在这么一系列的优点 那么来看一看 对于投资者而言 它会带来什么样的advantage 首先 as with all options the holder is protected against an adverse movement 那么我们的可转债券 给了我们的投资者一个选择 可以对于我们投资者的财产 进行一个保护 它怎么保护呢 如果未来这个公司的股票 一直处于走低下降的这个状态 那意味着 未来选择转换是一个不太经济的决定 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投资者 因为转换是一项权力 而不是一项义务 所以他可以选择不转换 如果不转换 我们的投资者将获得什么 获得他的本金赎回嘛 那我就拿到这100块钱就好了 对吧 那如果说这个公司 他的股票发展的这个走势非常好 一路飙升 一路走红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投资人 可以选择放弃这个本金 而选择转换成这个公司的普通股的股票 所以是进可攻退可守 对于我们的投资者而言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好 这是对于投资者而言 他的advantage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 可转债券应该如何计算他的市场价值 好 来看一下 大家注意啊 我们的可转债券 他的本质是一个可赎回的债券 所以大家把握这个中心思想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 如何计算一个可赎回债券 他的市场价值 那么是不是分两步走 第一步 我们要看他每年支付的利息 用每年的利息乘以一个年金系数 AFN 然后第二部分现金流 是到期本金赎回 用100块乘以他的一个折线系数 将两部分加在一块 是不是一个可赎回债券的市场价值 那我们可转债券 它的差别在于哪呢 它们的差别就在于 这一步的这个现金流 我们要去做一个对比 对比什么呢 我们到底是按照票面价值赎回本金更划算 还是我转换成这个公司的普通股的价值更高 那么这两者之间 我们作为理性投资者一定是选择较高的这个 把较高的这个金额放在这儿 乘以我们的折线系数 就得到了可转债券 它的市场价值 是不是比较简单呀 就是在我们capital repayment这一块呢 我们要去做一个对比 选择较高的这个 拿过来使用就好了 好 这个地方给了大家一个note The interest rate of convertible loan notes is normally less than ordinary loan notes 因为我们未来有这样的一个资本溢价的可能性 所以它能够offer出来的这个coupon rate 都是比较低的 好 我们来了解一下几个术语 首先conversion value 什么叫做转换价值 那么这个转换价值的公式 用conversion ratio 注意 转换率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张债券 可以转换成几只普通股 那么这个比例我们叫做conversion ratio 用conversion ratio 除以这个公司普通股的目前的股价 market price per share 那就得到了我们这一张债券 它的conversion value 再说一遍 用我们的转换率乘以我们普通股的股票 现在的市价得到这一支债券 它的转换价值 好 那么第二个术语我们叫conversion premium 我们叫转换溢价 什么叫做转换溢价呢 就是拿我们这张债券 它现在的市场价值 注意 刚刚我们讲了怎么计算的吧 用interest乘以AFN 然后我们的capital repayment 我们要选择或者本金赎回 或者转换成这个公司的普通股 我们对比较高的那个乘以DFN 两者相加得到这个债券 现在的市场价值 用现在的市场价值减去我们现在的conversion value 得到的这个差额 我们就叫做转换溢价 注意了 这两个概念一定不能弄混淆了 这是我们现在的市场价值 这是我们现在的转换价值 好 我们接着再看 Companies can issue convertible with a high conversion premium 那为什么很多企业他愿意去发行一个较高的转换溢价的可转债券呢 我们来看一看原因 首先第一个 一个高的转换溢价 其实意味着这个公司对于他们的股价是非常有信心的 它暗示着这家公司的股票有一个非常高的增长潜力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The greater amount of funds are raised for fewer number of new share issued 那么如果一公司发行一个较高的转换溢价的可转债券 意味着这个公司可以以一个较少数量的股票数量 来获得较高额度的这个资金 那么也就是用fewer number of new share 来换取greater amount of funds 可以筹集更多的资金量 这是为什么企业通常他会愿意去发行一个较高的转换溢价的可转债券 两个原因 好我们来通过一道立题来熟悉一下可转债券 它的相关的计算 先来看要求 第一问 让我们计算转换价值 马上自己暂停一下 把公式写下来 是我们的conversion ratio 乘以我们current market price per share 好这是第一问 第二问 Calculate the conversion premium 这个公式是不是自己又需要写一下呀 我们这个可转债券现在的市场价值 减去一个conversion value 并且让我们给一个评论 comment on its meaning 好我们来看一下 A company has issued 10% convertible loan notes 出现了第一个百分比 大家自己说一下 这是我们的什么rate 很好 coupon rate 我们反复强调 大家终于记住了 这是我们的coupon rate 用来干什么的 计算interest paid 那每年支付多少利息 10块 好这都要快速的反映出来 那么这样的一个long notes quoted at 142 per 100 nominal 这句话在说什么 它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可转债券 它现在的市场价值是142块 per 100 nominal 那也就是一张面值为100的这个债券 它的市场价值是142 已经告诉我们它的market value了 the earliest data for conversion is in 4 years time at the rate of 30 ordinary shares per 100 nominal long note value 它告诉我们 这一张可转换债券 可以在4年后进行转换 注意它给了一个时间了 4年的时间 那怎么转换呢 给了一个转换率是30 那么也就是每一张面值为100的可转债券 可以在4年后转换成这个公司的30股的普通股 就是这句话的含义了 我们给到了很多的关键要素 the share price is currently 4.15 给出这个公司它的普通股 现在的市场价格 所以基本上我们要算这道题的conversion value 和conversion premium 要给的关键信息 我们提案当中全部都已经给到了 就是要看大家能不能识别出来各个要素 好我们来计算conversion value 我们前面说了conversion value 要用我们的ratio 去乘以我们现在股票的市场价值吧 好股票市场价值是不是给了4块1毛5 我们的ratio是多少 每一张我们转换成30股的普通股 所以30乘以我们的4.15 得到我们的conversion value 是124.5块 第二问 让我们计算conversion premium 用我们债券 注意了啊 用我们债券现在的市场价值 减去我们算出来的conversion value 那就是用142减去124.5 得到我们每一张票面价值为100的可转债券 它的conversion premium是17.5块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算出来的这个17.5的转换溢价 它意味着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comment the share price will rise the share price will have to rise to 17.5 before the conversion rise become attractive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的这30只股票啊 每一张债券对应的这30股的这个普通股 它的股价涨幅如果超过了17.5 那么未来我们的投资人将会非常愿意选择进行转换 而不是选择本金赎回 所以这里面提到了 我们要涨幅到17.5 我们的这个转换才会变得更加有吸引力 对谁有吸引力啊 对于投资人而言 对于债券的持有人更有吸引力啊 好 这是这个转换溢价给我们的启发意义 感谢观看